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徐天佑首次撿到的微電影子彈人 即將在U1 Channel隆重播映 這套戲是天佑根據自己的短篇小說 麻生先生談子彈人改編 所以天佑凡事都親力親為 自己落手落腳參與拍攝之外 還連剪接、背景音樂、配音等等工作 都有份參與 聽她說連字幕都自己打了一份天佑 認真是夠浪費力 不過說實話 這個充滿絕奇幻經歷的故事 到底和甚麼有關呢 這個故事裏面 說警察捉冊的時候 有很多動作的場面 大家要留意 因為我設計了一場戲 就是當個賊人向警察開槍的時候 之後我將會拍一些特技 有些CG出現 之後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會發生 到底甚麼事會發生呢? 天佑說到這麼神秘 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了